62岁港星李肇记肝癌住院靠人接济,采访时最想感谢谷天悦 62岁港星李肇记肝癌住院靠人接济,采访时最想感谢谷天悦 原创 高能一辈子 2019年1月28日15点07分27秒 高能一辈子 戏今日投票签约作者,此文为高能一辈子原创,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,转载请后台联系,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 自从几年前中风之后,香港著名演员李肇基的近况就每况愈下 后来他更是因二度中风没了工作能力,必须靠别人资助过活 先前还被确诊疑,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他原本已经想放弃治疗 后来在亲友的鼓励下,以及重新审视了生死,他接受了手术 我们下期见 所幸,他的手术成功了。不少网友看到李兆基的样子,纷纷表示心疼。 毕竟现在骨瘦如柴的他,与记忆中的形象相差甚远。 李兆基,曾凭借《古惑仔》中的鸡哥一角明镇四方。 他不仅在里面担当演员,还是整部电影的顾问。 因为他是真正的社会人,他身体上的纹身就是旧日的证明。 李兆基本身就是黑社会出身,曾经是14K成员,年轻时天天打架,收兄弟。 当时他也是名镇江湖的慈云山十三太保之一,更是当中最狠的打手。 他这次做完手术时,记者就问他害不害怕。 他直言,自己当年被几支枪打都不害怕,现在还会害怕什么。 后来,因为打打杀杀的生活太过于招不保兮,李兆基用吸毒麻醉自己,身体和心智接近崩溃,机缘巧合下,他重遇已经金盆洗手的慈云山十三太保的带头大哥陈慎之。 当时陈慎之己成为牧师,在他的劝说下,李兆基改邪归正,靠福音戒毒,成功脱离黑道。 1970年,李兆基迁入香港无线电视台任编导演员,曾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扮演反派角色。 因坏人形象深入人心,他与何家居,成奎安、黄光亮并称为影坛的四大恶人。 在巅峰时期,李兆基还和周星驰有过不少合作,如《石神》、《航运一条龙》等,让人看到除了反派头目,他也有搞笑的一面。 不仅如此,李兆基和《大悲歌无志》、雄创立江湖人电影公司,监制了多部涉及黑社会题材作品,出品了《纵横四海》、《美丽传说》、《祖先开眼》、《纵横天下》、《影城大亨》等佳作。 电影《黑玉段长歌》、《歌语代表》 不过他却没有存钱意识。 但是中风后,他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特别是二次中风后,他被停掉了所有工作,连出行都要靠拐杖建立。 自生病后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,经济十分窘迫。 过年前还因为缴不出房租,险些流落街头,幸好有一些老朋友出手相助,才渡过难关。 事业不再,毫无分门为他尝尽了人情冷暖。 李兆基坦言自己不愿意麻烦人,更与圈内朋友断绝联系,怕人家以为他要借钱,自曝有一位艺人欠他20万港币,约人民币18万,没想过跟对方讨回。 他想孩自然会孩,我现在过得一日是一日。 娱乐圈真正帮助他的人是麦佳琪、罗佳英、杜琪峰、刘宝贤等人,除了这些老朋友,在他现在最困难的时候,帮助他的竟是当年的江湖兄弟,而过去他帮助过的人,早已没有了踪影。 其他采访中李兆基自嘲,我现在没有能力啦。 之前我做监制可以顾很多人,现在没有能力,你找他们做什么?从年轻出来这么多年了什么大事没见过,和你多好的朋友都反面啦,你现在毫无用处,别人猜你都傻。 旺曜光 曾经让他金盆起手的大哥陈慎之,知道他的现状,哀起了一段时间。 怒其不幸,怒其不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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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友陈慎之也很开心理造机收述顺利,意识清醒。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也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。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医生。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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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除了李肇基,还有吴志雄。 古天悦与吴志雄合拍过电影《监狱风云之少年饭》。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志雄曾是真正的黑道中人,在他经济最困难的时候,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帮他,其中就有古天悦。 。 吴志雄对古天悦的一气一直非常赞赏。 吴君如也说古天悦虽然慢热,但一旦认定别人是自己朋友,就会非常热情大方。 。 他一直默默地做主慈善,直到2015年才被记者发现曝光。 。 早在2014年5月,他捐的学校已经有63座,后来还在默默增加。 。 而他常常亲自去捐助的学校帮忙,但很多孩子因为地区落后,都不知道他是大明星。 。 。 古天悦是通过慈善机构,香港慈恩会向内地贫困山做出捐助,而香港慈恩会规定,个人捐款项目必须以捐款者姓名命名,所以,以古天悦命名学校或校舍并非他的个人行为。 。 虽然古天悦每年捐很多钱做慈善,但是自己还在用已经停产了好多年的华带手机。 。 或许这才是做好事正确的打开方式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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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有深度的心灵SPA和有格调的故事。喜欢请分享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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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